开火 充填炮弹 在瞄准发射 乌克兰第28机械旅开着自家主战坦克T-64 在巴赫姆特前线作战对抗残暴的瓦格纳佣兵 但乌军驾驶机器 但乌军驾驶技巧再怎么熟练 坦克却因为常年磨损 功能大不如前 甚至连替换的零件和炮弹都快要见底 除了德国波兰和加拿大 现在西班牙也跳出来愿意提供鲍尔坦克给乌克兰 如果加上美国的M1艾布兰坦克 西方目前同意交付给乌克兰的坦克 已经多达321辆 最新消息还指出 美国最快将在下周三公布军援M1坦克的时程 尽管俄国官媒嘲笑鲍尔坦克就像乌鸦猫 不过乌克兰国防部却公布影片 打算俄军坦克驾驶技术太差 恐怕比乌鸦猫还要没用 其实除了坦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希望西方加码提供长城飞弹系统 专门制造鲍尔坦克炮弹的德国军火商表示 计划提升炮弹产能达到每年50万发 甚至协助生产海马斯火箭 西方国家难得大团结要帮助乌克兰 打赢这场快满一年的战争 TVBS新闻综合报道